中平春英去年他曾獨自到美國短期遊學 之後也不斷到世界各地去旅遊 近日他就到越南玩 在海關被工作人員刁難 還爆料對方疑似不滿他沒給小費 故意拖延通關時間 當時他正準備辦落地遷過海關 結果工作人員先是一直翻他護照 感覺像是在找東西 等他拿出官方費用的25元美金後 對方就叫他到旁邊等待 而且一等就是20幾分鐘 但他發現工作人員拿走相關證件後 卻遲遲沒有動作 不是在看手機 就是在跟朋友聊天 剛好身旁有台灣旅客 他問了對方才知道 沒有付錢就是要等 如果是在護照那家10元20元美金 就很快可以獲得簽證 讓他忍不住生氣直呼越南海關 真的不要給我開玩笑 超愛簽 最愛的 都不等 都不知 有 有 感谢观看